大家好 欢迎收看药文快评 一种新潮悄然从北京 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扩散开来 在社群平台上 剩菜盲盒成了一个新潮词 用少少的钱购买原家三倍以上的食物 这吸引了大量好奇的粉丝 剩菜盲盒不是客人吃剩下的残根冷饭 使商家为了减少浪费 将当日没有卖出的库存 以盲盒形式大折出售 这个工地旁的那个165块没什么区别 晚上8点到10点 是这些剩菜族年轻人抢夺食物的战争时刻 在社群平台上 这个一点不可怜 反而非常吵 评论区里 渴望这种海外概念的剩菜盲盒引进来中国的声音几乎炸锅 有人观察了几家店 发现取餐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族群和出入办公大楼的打工族 便宜是年轻人选择剩菜盲盒的第一要素 另外 部分没有输入来源的年轻人 也能从中改善一下生活 那么他就都要这个结一锁死 之前用的含义就是说你对未来明天的工资是多少 你没预期的 会涨工资你没预期啊 那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躺平是最理智的 就像乌龟一样 龟西 冬眠 那你这个冬眠实际上并不是真弄的冬眠 你该战活还得干去 只不过是在消费上躺平 投资上躺平 活你可是一点不少干 中国年轻人实际上是在躺平 他们是卷着躺 或是躺着卷中求生存 面对中国严峻的经济形势 中共是否有应对政策呢 中共官媒报道 中共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富林周二在协商座谈会上声称 要深刻认识到恢复和扩大消费的重要性 你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经济出了问题 中共没有办法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活力 现在中国经济形势面临的问题是穷人富人都不愿意花钱 对吧 有钱的人 他因为这个你中国的整个的房地产缩水 这个他的财富缩水 结果最后他被一大堆房贷 他也不愿意消费 那没有钱的人穷 那就更不用说 他本来就没有钱消费 他能够把肚子就不错了 王富林还声称 扩大消费能够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一 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也是实现全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的累在要求 他说恢复扩大消费 是这个有这么三方面的含义 是这个推动现代化的应有之一 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是这个全年发展目标的内在要求 第三个还有些道理 第一个第二是纯胡扯 纯是生拉硬扯 那你说我不吃这个不吃烧烤了 我不旅游了 对不对 我不买房子了 怎么就影响你这个高新技术发展了呢 所以王沪宁真的是很无耻 他就是一心只想拍习近平马屁 就是没有道理 硬说一道道理的 就这么回事 你要实现这个经济指标 那从这个GDP的这个加减上来看 三大块 一个是出口 一个是投资 一个是消费 这三块 消费你不能靠吃吃喝喝 把这个消费增上去 得有大件啊 像什么买房子 买车 但是呢 你看现在中国的这个 整个全民负债的这个 占GDP的总量已经达到295% 就是大国里最高的 比美国还高 这么一个高负债 难以为继了 所以他怎么敢消费呢 就是投资也弄不动 消费也弄不动 出口 前景也不好 比如说 你GDP 如果达不到5% 就意味着有大量人要失业了 这个是很积出的 大量人失业 那就是社会不稳定 好的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 要闻快评 下次节目时间和您再会